曾經替病人農出四個胸有專業失德前科的註冊醫生李兆堂 被指在08年不恰當地向一個年過70歲的男病人重手處方12種藥物 包括兩款類固醇和三種抗生素等 他星期三第三度面對醫務委員會紀律聆訊 病女指他的爸爸只是患了普通傷風咳 質疑李醫生是否有需要一次過處方多種藥效相似的藥物 因此向醫務委員會投訴 專家證人家庭醫生朱偉昇就指 一次過要病人服食多種藥物風險甚高 極有可能傷及肝和腎的功能 李兆堂治便時就說 判斷病人可能患上哮喘 又擔心年長的病人不來覆診 所以才一次過處方多種藥物 讓病人有需要時服用 堅持自己沒有診斷錯誤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死訪